新北市今年度的国中技艺竞赛 日前在智光商工热闹登场 今年新增加富儿宝剑 还有珠宝金工两大主题 来自全新北市1615位 通过了出赛的选手是齐聚一堂 尤其在中餐的项目 选手们是聚精会神动手来擀面皮 还有烙饼 过程相当刺激 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块去看看 在竞赛考场里头 郭产生此起彼落 来自各个国中的选手们 熟练的从烫面团擀面皮 一直到烙饼 全神贯注 而一旁的评监委员 则针对指定的动作给予积分 中式面点呢 不管你是做哪一种产品 第一个安全要非常注意 因为他们还是国中生 所以呢在安全上面呢 我们要去特别的注意 比如说刀子的操作 还有火的运用 还有甚至有些学生他甩锅 这都不应该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今天我们做的是烙饼 那烙饼分成油烙跟干烙 那题目如果是干烙 就不可以放油 如果是油料可以放油 再来就是烫面的时候 你不要烫太软 因为烙饼太软了 你很难操作 这是新北市今年度举行的记忆竞赛 5400位选修记忆教育课程的国三学生 在经过校内出赛之后代表学校参赛 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被选上的话 就是很开心 然后因为一开始是我们B班 记忆班 然后突然就是因为有考试 然后被选上参赴 然后就努力把它做好 确实就是为了让国中学生自我认同 提早职业探索 不仅能够增加孩子们的自信心 也能够辅导学生面对人生未来 而教育局长张敏文更是经由学生的指导 也体验了记忆竞赛的过程 大家一起来竞赛 就是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孩子 培养更多的自信 尤其是我们未来在就业 不管是升学等等 更重要的要有一技之长 尤其是能够早一点 找到自己的兴趣 兴向跟能力 那国中技艺教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读技职好好读 未来是有前途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一个竞赛 让我们国中对于自己兴趣兴向 有兴趣的孩子 可以早一点找到方向 早一点投入自己的理想跟热情 今年更因为疫情 还有环境的变化在33项竞赛主题当中 新增加了医护职业群组和设计群组 像是在疫情严峻下 更需要的医护人员 和高端产职的精工人才 鼓励国中学生从技职培养智能 从容地投入未来职场